11月2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苏星 举国关注的新一季国会今天复会 但在开会的第一天 就传出病毒入侵国会大厦的消息 上议院有四名官员证实确诊 其中一人更是上议员的妹妹兼助理 为此国会下议院会议今天开始 史无前例的只召开半天 以减少议员们受感染的风险 国会上议员拉斯·阿提巴发文告证实 她的妹妹兼特别助理确诊新冠肺炎 而她和家人还在等待检测结果 为此首相署国会及法律事务部长 拿督达基尤丁 今天就在国会提成紧急动议 要求这个星期的国会下议院会议 只召开到下午1点就休会 达基尤丁说 下议院议长拿督阿兹哈·阿兹詹 已经召见了各党党边 大家也都同意缩短议会时间 不过她的宣布 随即迎来多名反对党议员的强烈不满 新动党古来区国会议员张念群 建议国会就此延长一星期 而新动党巴掩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也质疑 限制议会时间的通知没有实现 有关动议可能延长到任何时候 另一方面针对国人关注的 头首相不信任动议 在今天的国会中 64项动议当中就有25个动议 是在野党国会议员 提成对首相丹斯林慕尤丁的 不信任动议 不过根据议程表 第一个不信任动议被排在第19项 加上这个星期的国会 将会着重在法案恶读和财政预算案 因此慕尤丁目前还是处于 相对安全的位置 来看国内疫情 国内部分地区实施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后 没有明显见效 特别是雪兰儿 多天的确诊病例都维持在三位数 首相丹斯林慕尤丁就宣布 国家安全理事会明天将会提成 接近管制令 MCO的加强版标准作业程序 以进一步阻断疫情传播链 慕尤丁今天下午在面子书发贴文指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增加 政府打算收紧措施 重新评估社交和体育活动的SOP 也可能实施接近之前全国管制令 MCO的SOP 他说当前病情的传染率令人担忧 他希望可以立即实施更严谨的SOP 此外国防部高级众务部长 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也在记者会透露 国安会将会仔细研究各项建议 政府要照顾全部人的生计 但也不可以忽略健康因素 此外伊斯迈沙比里宣布 从本月3号至16号 在新山卫生部训练机构落实强化行动管制令 因为机构内已经出现46人确诊 另一方面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指出 国内今天新增了834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纳敏的新增病例比昨天的暴增6倍 共有105宗病例 另外也有两人病逝 落实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周属方面 沙巴依然高居榜首有503宗 雪莱129宗 吉隆坡22宗 以及布城6宗 面对仍未停息的疫情 国内医护人员随时后命 吉隆坡一名女牙医 在得知被派到疫情前线执勤 她虽然害怕担忧 却还是义无反顾的踏上前线 放下家人守护大家 女牙医Lenice Chan在面子书贴文指出 上个星期二接获上司通知 必须前往嘉莹总车站执行前线工作 一直以来担心自己被派往前线的她 最终还是成了前线的一员 尽管家人劝她辞职 她还是毅然决然地 称起这份沉重的责任 安顿好家人后 就开始到前线工作 为总车站封锁区的人进行筛检 她坦言 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最新一波的疫情是多么严重 甚至以为戴好口罩就万无一失 事实上病毒无孔不入 当她看到汗流浃背 不同种族的人在排队等候检测 她就知道疫情是多么的严峻 但是其他人却看不到这些实况 她为此向民众喊话 在医护人员守护大家的当儿 请大家不要忘记守护回他们 遵守防疫SOP 减少外出与朋友聚会 她坦言如果马来西亚的医疗系统 最后防线也崩溃了 后果将不堪设想 家瘾流鼓路综合车站和周遭的商业区 在上个星期三五也开始 实施强化行动管制令 然而在封锁前 就有为数不明的外劳已经逃离 而各界也担心他们当中 可能存在还没有接受检测的确诊者 成了国内防疫工作的不定时炸弹 据了解 卫生局警方和乌冷县天灾管理委员会等单位都知道 当地有一批外劳 甚至一些本地人已经离开 但碍于是在强管令落实之前 因此各个执法单位 包括警方都表明 当时没有权力阻止他们离开 乌冷县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纳兹穆丁 在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 相信一些工厂雇主 担心员工受困会影响到工厂的运作 因此在强管令前再走工人 但是他们无法确定已经出走的确实人数 无论如何 最终接受检测的人数 相信不及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 拿都斯里伊斯迈沙比里之前所宣布的7500人 另外 森州波德森诸湖区 机场工作确诊案例已经增加到四宗 包括今天确诊的一名华裔和一名无异青年 来自巴卡阿郎的华裔男子确诊后 家人都被强制居家隔离 他所经营的茶室也暂停营业 超过10名顾客也必须自我居家隔离 继续来看大马女学生钟晓玲 在台湾遇害案的进展 钟晓玲的父母昨天晚上抵达台湾 完成检测和各种手续之后 终于在今天凌晨赶到高雄殡仪馆认识 随后进行招魂仪式 痛失爱女的钟妈妈看见女儿遗体后 情绪崩溃哭成泪人实在令人心酸 钟晓玲的父母完成认识后 分别在台南归人警分局 以及大岗山弃尸地点进行招魂仪式 爱于白发人不送黑发人的传统习俗 死者的五名朋友自愿为她奔牌位隐魂 钟妈妈在现场哭成泪人 声声叮嘱女儿要跟好一起回家 死者就读的长荣大学 今天也举办悼念小林活动 同学坦言不习惯没有她的笑声 他们通过写信送花绑上白丝带的方式 追思和缅怀她 钟小林命案震惊大马和台湾 随着台湾总统和多名代表都出面致歉后 台南市警局今天也发布了高阶警官调动通知 共有五名警官因此被调职 包括了归人分局长杨庆玉 至于昨天自情处分的台南市警察局长张永茂 是否面对惩处 目前还有待决定 另外长荣大学学务长和校案中心主任 也就此案引咎辞职 古鲁登加楼昨天早上发生一宗冷血命案 19岁少女在家中照顾患有脑癌的母亲 怀疑是与登门拜访的同龄女同学发生争执 一言不合之下被对方挥刀夺命 案件相信是在昨天早上9点多发生 眼看着女儿希地诺苏利亚被杀害 却无能为力的母亲 在家半失五个小时后才被回家的小女儿发现 根据死者兄长透露 凶手下手十分凶残 死者身上有多处的刀伤 连左手腕也被砍断 登州刑事调查主任 穆罕默马苏基助理总监指出 嫌犯杀人之后 也顺手截走了数百令吉现款和手机 警方初步调查 相信涉案的是死者的女同学 目前正在全力追捕她 也将会援引谋杀条文展开调查 接下来看一则独家报道 疫情催生许多新行业 就连赌博集团也有新搞作 利用科技之变 直播网络赌博 主打赌客们不必出门 也能在家下注 赌博集团先是在面子书 设立娱乐活动的粉丝专页 再连接到赌博粉丝专页 让赌客们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 赌博游戏直播进行下注 根据记者观察 这些专页都是在今年五月到七月期间设立的 每天都会定时直播 赌客们可以随意大杀四方 再透过网上银行下注和取钱 令人傻眼的是 赌博集团分子都是公然在直播中露脸 甚至还可以和赌客相约面交赌注 完全不把执法单位放在眼里 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倒数时刻 两名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 马不停蹄的奔走造势 最新的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稍微领先 但是一些摇摆州的投票率和支持率 很可能成为特朗普的造亡者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公共卫生危机 拜登和特朗普对疫情截然不同的应对态度 反映在双方的支持率 虽然特朗普在处理经济能力方面高于拜登 但是在疫情之下 许多选民更重视疫情处理 目前拜登以51%的支持率 领先特朗普的43% 寻求连任的特朗普也被爆料说 只要有迹象他领先对手拜登 就算多个关键州还没有最终票数 他也打算在投票日当晚直接宣布胜选 甚至有人认为 特朗普似乎想将选举日之后 才计算的邮寄投票当作舞弊证据 为此拜登也向媒体表态 绝对不会让特朗普得逞 选举进入倒数 特朗普从星期日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五个州的肇事行程 而拜登也尽最后努力向关键州的非议选民吹票 国际疫情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星期一证实 他曾经接触新冠肺炎确诊者 接下来几天将会进行自我隔离和居家办公 不过目前感觉良好 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另一方面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一宗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 确诊者是一名42岁的中国籍女子 根据报道 这名女子怀疑是现工作者 在一次扫黄行动中被逮捕 这导致当天曾经与她接触的四名警员 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需要接受隔离和筛检 敦马哈迪9月尾就回到弗洛交易选区巡视 除了一如既往的开车趴趴走 带着夫人敦西迪哈斯玛同游 晒恩爱和出席活动 这一次敦马哈迪还化身了旅游大事 从机场开始推广佛罗交易的旅游圣地 新闻最后我们一起跟着马哈迪 畅游佛罗交易 我是苏欣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